人生如逆旅,我一世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国学心旅》,今天分享的是人活一世,原来这就是四大天规的秘密,十个人看完,九个人开悟。 人活一世,无不为了理想而奋斗,而所谓的理想,其实不过就是一种执念,有的人为了财富的执念,努力工作,有的人为了家庭的执念,不停奋斗,坚持和执着,始终是人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之一,在很多情况下能帮我们克服很多困难,凡事都有规矩,只有遵守四大天规,人生才能一帆风顺。 南怀锦曾说,人生的道路变幻莫测,我们都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,但是一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,却能改变自己的运气,所谓命运,不过为人自兆。 脾气,不能大于本事,发脾气是本能,控制脾气是本领,坏脾气只能让人获得一时之痛快,却给自己带来长久之痛苦,永远不要让你的脾气, 比你的本事还大。冲动是魔鬼,一时的冲动可能会毁掉你的一生,还会殃及别人的一生,人生不能心浮气躁,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,克制自己的坏脾气。 人生就像跑长跑,获胜的关键不在于一开始的爆发,而在于途中的坚持。 良好的心态很重要。 很多时候,成功就是多坚持一分钟,这一分钟不放弃,下一分钟就会有希望。 每天清晨你醒来,你会被一时的悲伤,失败的情绪包围时,要有好的心态面对。 成功的最大绊脚时,是缺乏对自己情绪的控制。 愤怒时,不能制怒,使周围的合作者望而却步。 消沉时,放纵自己的违米,把许多稍纵即逝的机会白白浪费。 因为弱者认情绪控制行为,强者让行为控制情绪。 财富,不能大于认知,生活中充斥着大大小小的烦恼事。 人难免会产生各种不良情绪的,但我们要学会如何正确地宣泄出来,调节自己的身心健康。 如果一个人有不愉快的事情极委屈,不要压在心里,可以向知心的朋友或者亲人说出来,或大哭一场。 这种发泄可以释放基于内心的预计,对于人的身心发展是有利的。 当然,发泄的时候,对象、地点、场合和方法要适当,避免伤害他人。 一个人,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,即便给你整个世界,你也早晚毁掉一切,你成不了心态的主人。 必然会沦为情绪的奴隶。 网上曾流行起一段话,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范围外的钱,除非靠运气。 但是靠运气赚到了钱,最后往往又会靠实力亏掉。 这是一种必然。 你所赚的每一分钱,都是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变化。 你所亏的每一分钱,都是因为对这个世界认知有缺陷。 这个世界最大的公平在于,当一个人的财富大于自己认知的时候,这个社会有一百种方法收割你。 直到你的认知和财富相匹配为止,一个人的认知和格局会限制他的高度。 这不仅仅会影响到你会赚多少钱的问题,更是你能否实现更多可能和价值的问题。 现如今,但凡能走得更远的人,认知都不差。 所谓认知,其实是一个人的综合表现,是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识,眼光和独到的思维等各方面的能力。 不同的认知,给人带来的结果有天壤之别。 感情,不能没有标准,人就是这样,够不到的月亮,总是最美的,得不到的人,总是最好的。 为了内心所谓的白月光,可以抛弃自己的底线,可以放弃自己的原则,什么都愿意付出。 什么都可以不顾,却忘了在一段感情里,不是付出了就会有回报,也不是讨好了就能得到。 凡事有度,过则为灾,一味地放低牺牲自己,除了让对方心安理得的享受之外,只会让他更加肆无忌惮。 伊萨克夫斯基曾说,爱情不是一颗心去敲打另一颗心,而是两颗心共同撞击的火花。 不止爱情,任何感情都是美好的存在,但它应该是双向奔赴之后的星河灿烂,而不是一个人疲惫的委屈求全。 人,人,要有底线,爱,要有上限。 如果一段感情里泪水比笑容多,那你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这段感情存在的必要,别让自己卑微到尘埃里,别在感情里迷失自己,守住底线,才能获得真心,收获真正的甜蜜。 一段感情,想要长久地维持下去,就要有底线,有原则地把握好分寸,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和私人空间,在自己的边界以内,没有底线,框架极弱,就很容易让对方得寸进尺,从而一再地挑战你的底线。 爱不能比较,多了是债,少了是愿,爱人七分足矣,剩下三分爱自己,也就是说爱不能爱得太满。 完全失去自己,没有了自己的生活重心,因为爱得太满,就是对对方的束缚,也是最后分手的根本原因。 因为爱需要自由的呼吸空间,要爱得有底线,有原则,这样也是对自己自尊心的保护,因为爱得太满,没有留下爱自己的空间,所以,每个人都不应该把爱毫无保留地给对方。 在爱一个人,在依恋一个人,都要给留下爱自己的空间,让自己不断地提升,才能匹配上你们的恋爱节奏。 自立,才是最大底气,风雨人声,若不靠自己,谁会给你依靠,谁会永远把你保护。 成年人的世界,都有自己要面对的苦和难,有些是,只能靠自己,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,期望多大,失望就有多大,只有不断地强大自己,才能撑起自己的一片蓝天,凡事只有靠自己,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。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,要自己去争取,人生虽然会面对很多困难与挫折,但咬紧牙关总会撑过去,生活从来都不容易,但是上天不会辜负任何人的一份努力,人生最大的对手。 不是那些落井下的人,而是习惯抱怨和依赖的自己,人生最大的贵人,是从不延弃的自己,人这一辈子,不会永远一帆风顺,总要学会未雨绸缪,学会为自己打算,让自己活得独立,不要总想着依赖他人,谁都有自己的责任要负,谁都有自己的事要忙,生存在这个世界上,还是要提升自我,让自己有能力, 不需要依附他人而活,靠他人给予的一切,终究不是自己的,唯有靠自己努力换来的一切,才踏实心安。 这个世界上,所有的幸福与不幸都来源于自己,所有的结局,早就在你人生开始的时候,不断地书写和改变人生的圆满。 从来不是依赖他人,才能所有成就,而是依靠自己,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,所以,你要活好自己,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生命,给自己加油。 岁月不会一直好,风雨人生总会有坎坷,努力强大自己,做自己的屋檐,有底气地活着,要想按自己的意愿生活,就必须按自己子想要的幸福去努力,按自己的标准去要求自己,才能获得生命的圆满。 别人永远是别人,有些人在你遇事后消失,有的人,在你有难以后走远,还有的人,只是陪你走过一段,便停住了脚步。 茫茫人海,知己有几人,谁能知你冷暖,懂你悲欢,自己的心事,没必要说给别人听,你的痛,别人感受不到,心里话要留在心里,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,无论什么时候,真正能够治愈自己的, 只有你自己,你想要的生活,谁也给不来,你的人生,谁都不能帮你去决定,只有靠自己去跨过所有的坎坷,你就是强者。 古人云,命自我立,服自己求,所谓福气,不是家财万贯,也不是声名显赫,而是与人为善的和气,脚踏实地的财富,有来有往的真心,和自立自强的人格。 有了这饲养,才能成为真正的有福之人,人生无坦途,有多大能耐,救过什么样的生活,只要不畏将来,不念过往,秉持心气,无畏远方,日子必定越过越顺,吉祥圣意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 感谢观看